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尽快处理这些果子 不要在采集后将它们放置超过一周 尽快去除或让动物吃掉它们的果肉 不要使用已发芽的牛油果 你能分辨出发芽的牛油果 因为它们会长出白色的根 这些果实不能再被使用并且要丢掉 也不能使用腐烂的牛油果 在从地上采集牛油果后的一周内 你要煮熟它们 不要在水中煮牛油果超过40分钟 小了牛油果可能比大的所需的水煮时间短 煮熟之后 在一张干净的清扫过的台面上 迅速晒干果子 最好放在垫子或架子上 千万不能让牛油果暴露在尘土或雨水中 在将牛油果每天放出室外晒干之后 请确保干燥的台面上已扫除尘土和沙子 尽可能快地除去牛油果的壳并进行筛选 最好在三到四天内完成 除去坏了的牛油果以及其他杂质 坏的牛油果呈黑色或者从果壳处发了芽 不要将已去壳的牛油果和沙子 树棍石头或者其他杂质混合 继续在干净的台面上晒干果子 并且除去所有坏的牛油果 你需要用手指挤压法来判断果子的干燥程度 少于7%的水分含量对于牛油果来说是最理想的 较软的果子通常过于潮湿而不能被储存 只能储存硬的果实 你需要用手指挤压法来判断果子的干燥程度 少于7%的水分含量是最理想的 较软的牛油果通常由于过于潮湿而不能被储存 只能储存硬的果实 用黄麻袋将干燥的牛油果储存在地面之上的干燥 并且空气流通的地方 不要将它们存放在塑料、化肥或者聚饼锡的袋子内 因为这些袋子会滞留水分导致牛油果腐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